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是被调剂的 我全家一直以为我学的是计算机 所以亲戚们电脑坏了都问我什么情况 我说可能是缺氧吧 我大学很喜欢一个女孩 追女孩要动脑子 有一次她跟我说 你知道吗 已经三年没人陪我过生日 我灵机一动 你生日是2月29号 我为了追她去学弹吉他 表白当天发现自己不会唱歌 于是让我室友帮我唱 他唱得很好 女孩都答应了他 甚至不知道是我在表白 还对我室友说 下次清唱吧 去年 我妈给我安排一场相亲 我对女生说 我是脱口秀演员 她说 那你能送我几张票吗 我说好 你也喜欢脱口秀吗 她说不 我是黄牛 最后我俩没在一起 但会经常联系 上个月回老家 我奶奶告诉我一个噩耗 说我们镇上 出现了一所凶宅 人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壮着胆子去了 密室逃脱 我也没出来 我爷爷知道后还去救我 能票太贵回家了 我奶奶很没文化 我来上海 她问我 上海是江苏省还是浙江省啊 我说都不是 上海跟北京一样 她说啊 是咱河北省啊 我给他们家装了空调 但他俩不会用 夏天 开得炙热 还不会关 于是他俩拿了个风扇进来 对着空调吹 以为能降温 热得很均匀 最后他俩在院子里睡的 因为外籍吹的是冷风 需要一定物理知识储备啊 我们继续 前两天 我朋友过生日 买蛋糕没买蜡烛 插了二十根烟 许愿要戒烟成功 怎么都吹不灭 我到一所城市 会逛他最好的大学 之前我去北京 在清华和北大之间 选择了北大 因为我从小就听说 北大有很多保安 自学考上了北大 而清华没有 所以我断定北大 安保比较薄弱 还是被抓到了 他说 你为什么闯进来 我说 你为什么没学习 最后我想说 其实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 我前几天 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女孩 通过微博找到了我 嗯 对 说她要结婚了 她老公 非常希望我去当伴郎 说唱歌求婚 需要伴奏 其实上个月 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了 但是我没去 我没去 因为很失望 去年 有个人上来就各种借钱 所以今年 他们没叫我 讲完了 谢谢老公 谢谢杨波 三 二 一 请锁票 你自己感觉如何啊 今天 我自己感觉今天 不太好 从结果也能看出来 是吧 因为之前确实太好了 你已经把我们的预期 调得有点高了 是的 因为她这个风格 她一句话得有一个包袱 所以她对于这个本子 这个就得特别特别强 这满足的时候就会特别炸 但是呢 预期会提高 但是最后我们拍 我觉得还是要 鼓励 对 我觉得给予这个风格 一定要鼓励的 我在看她的那个 之前的表演 每一句我都笑 对 而且是哈哈大笑 对 然后你每次觉得她很认真地在讲 后面都在胡说八道 但是真的很好笑 你总结得很好 她的风格就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你自己写这个东西 你就是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 你要试很多种吗 就是 要 因为这东西淘汰率很高 杨博很厉害的 杨博这个one earner 他试的时候 他是这么试的 他在线下演 如果这个转折 有演员能猜到 他就会把这段子删掉 删掉 对 他就要保证都猜不到 他才会拿到舞台上来讲 他要把他的那个 就是段子攒到 就是有一个长的演出 就很猛的 那个就做一个专场 就太猛了 真的吗 要一个小时 得说和一千多小伙 就起码 对不对 不用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 说得这么慢的原因 就很省段子 省段子 淘汰赛的时候 那个每一个段子 都是爆的 对 大家期待就调高了 没事 早晚都要经历这一天的 对 我已经想到这一天了 杨博获得了四票 领校园开灯 谢谢 进入等待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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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